不知道为什么,房车里的头发明天怎么剪也剪不完 收拾好房车等小胖来接我吃饭 他突然打电话说不能来接我了 他因为着急接我吃饭开得太快装树上了 车可能装包费了 是为了接我吃饭才装的,幸亏人没啥事 翻了翻冰箱里面只有几根苞米 苞米要留着早餐的时候吃,我决定出去吃点别的 在停车地不远找到了一家烤肉 叫了两个朋友一起来品尝美食 这顿饭花了不到400,你觉得便宜吗 离我的停车地很近,吃完饭走两步就回到房车里了 吃完烤肉浑身都是味儿,去卫生间洗个热水澡 对皮肤好的经验总结 防晒,找学校,不熬夜,少糖少甜,适当运动多喝水 弄好之后回到我1米4乘以2米的大床上 这一会儿最近很火的狂飙 我每天都在担心高气墙被转 看两集我就睡觉了,大家晚安